风云无忌所推演的完美意念剑体大法 并就与老者所创的同源 老者听了风云无忌一一叙述的口诀 一边与自己所创的九层意念剑体大法口诀一一印证 不消片刻 便已然将风云无忌所创下的口诀理解雾透 越听到后面 老者体内的真气便运转得越快 全身的毛孔 无数剑气不断地吞吐 当风云无忌最后一次念出 老者气息暴涨了一倍不止 心中感叹一声 老者道 无忌 你的心意老夫明了 老夫也不做什么儿女态 便坦然受了你这份心意吧 在悟性方面 老夫或许还不如你 当这一念剑体大法也是花上了我上一年的时间 虽然不及你推演的新的公爵来得奥妙 但也有一些独到的地方 这套公爵已完全纠结了剑道的终极意境 是才听你所说 你悟到第八层 还未到第九层 老夫便传你这套公法 你可以相互印证 必能有所收得 另外 老夫最初猜想之时 那套公法共分九层 到了第九层 当有一招如同我族天才 骆星辰所创的天地摩羯一般 惊天动地的招数 柔和前九层心法 合而为一 当有第十层心法 当然 老夫新创的意念剑体大法 一算是走入了偏道 而那一失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了 至于你 你的造化 非我等可以揣测 或许你能达到那个境界 也不一定 只不过 有得必有失 得到的越多 失去的必然也越多 我们人族讲究九九之术 所谓九九归一 所以很多公法只有九层 最忌讳十字 所谓水满则易 月满则亏 你越是达到第九层之后 决意去推演第十层公法 当有舍去精神的准备呀 老者说到此 却是点到为止 至于第十层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也没有丝毫提及的意思 随后 老者便将自己推演的那公爵 与心法 以精神烙印之法 烙入了风云无际的脑海之中 弟子风云无际 拜见师尊 老者刚刚将法爵烙下 第三分神便恭恭敬敬地跪下 磕了三个头 老者 坦然受之 一缕胡须 高兴道 哈哈哈哈 爷爸 你既称我师尊 如今 我又传了你功法 你我也算是有了师徒之分 老夫 受你三拜 也算不得过分 在摩羯困手数一载 老夫一生 除了之前 在太古的一些老友 以及一些仆人 真正的弟子 却是一个也没有 如今 有了你这么一个 成为至尊的弟子 老夫余生 也可欣慰了 哈哈哈哈 老夫 去了 那银发老者狂笑着 旱下雪白的胡须抖动 天空一道霹雳滑过 老者的身躯 突然像一张纸一样 扁平下去 天地之间 默然见其暴涨 老者便化为天地间 一道惊天的剑影 遮天蔽日而去 但那老者身影都不见了 天地尽头 突然飘来了一缕声音 无忌 为师这套功法 本不及你的奥妙 按理 理应回去 但是这也是为师 欧心沥血之作 到了第九层 除了那规则之铜外 还有一招厉害的杀招 至尊一下 恐怕很难受起 你不妨替为师 再择一门徒 代师授业 将这公爵 作为另一支旁宗 传下去吧 哈哈哈哈 渺渺声音越来越小 终止于无 见前辈 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即便是我们 也很难见到他了人家呀 看来 你们对他好像很尊重啊 又称他在 守护魔戒族人 但魔戒族人 死亡这么多 为何没见到出面 一旁 魔戒的风云无忌 似有意无意地说道 与第三分神不同 魔戒第一分神生性 没有那么多师门宗门之剑 也无世俗礼仪之官 白柳西的脸色微变 瞥了一眼 一旁的第三分神 傅又平静下来道 有些东西 是不能这么算的 若无见前辈 只怕我们在魔戒 损失的族人 便不止这些了 见前辈 不可能随意出手救人 只有那些魔族 太过过分的时候 前辈 才会略施神通 教训他们一下 只有当族人 生命垂危的时候 魔戒 才会消去那族人的资料 这个时候 主人才能出手 据说 剑 攻残造化 自进入魔戒之后 前辈 就发现一个红愿 地牢族人不空 此身 永不离开魔戒 这位前辈 本身不在任何一批 自愿到魔戒的族人名单上 因此 不在魔戒的名单上 进入魔戒后 这位前辈 便寻了一处地方 将本体 寄居魔戒的地下 没有人知道 他的本体在哪里 你们刚刚看到的 不过是他的换体罢了 不过 所有族人 都能感受到 这位前辈的存在 正是因为他 很多族人 才坚持下去 见前辈 功力高深莫测 他的领域 便是他的双眼 自太古协议签订以后 我族有千千万万的族人 流放至此 其中死伤无数 而更多的人 却是被前辈 以大能力 潜入他的领域之中 藏于双铜 至今为止 被他救于领域之中的族人 已达到数百人之中 那些族人 都拼临死亡 每个人的生命恢复 都需要耗费前辈 大量的元气 以因此之故 剑前辈的本体 根本动都无法动一下 风云无忌 与第三分神 闻言动容 这才知道 这位剑前辈 与众对自己的功力 颇有贬低 但毕竟是存在了 一亿年的强者 其功力 绝不会像他自己说的 那样不中用 这位前辈 确实是神龙 见首不见尾呀 第三分神感慨道 或许 当我们在神魔之战中 战胜神魔 不再用去 太古协议的时候 便是那位前辈 与族人们 重回太古的时候吧 白里希身判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目中 神采异倒 在谈到太古二字时候 风云无忌 清晰地 在他眼中 看到了闪光浓浓的 羡慕与喜悦 诸位 魔戒 便拜托诸位了 九星连珠 神魔大战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太古 也有许多事情 需要准备 无忌先在这里 谢过诸位 待到神魔之战结束 无忌 必亲自来到魔戒 迎接诸位 到时 大家一起 把斩言婚 不坠不归 无忌 先走了 第三分神异拱手 随后 破开一个空间通道 一步迈入其中 消失不见 恭送 第五世尊 众人望着 第三分神消失的方向 恭敬道 就在第三分神离去不久 东方的天空 一股浓浓的魔气 冲天而起 东方的大地之间 一道巨大的魔影 顶天立地 头上两根尖尖的 鸡脚直插入云 脸部两颗邪恶而暴力的眼睛 像天上的星辰一般 明亮而琢磨 在那魔影周围 空气不正常地扭曲着 哼 送走了一批魔族 又迎来新的一批魔族 大家准备战斗 白柳西默然转身 喝道 喝啊 一声怒喝 众人 阵甲之一而立 脚下一顿 便至地面拔空而起 形成整齐的队伍 严阵以待 打一打 风云无忌突然踏步而出 望着远方的冲天魔气 以及那顶天立地的巨大魔影 冷冷道 兵对兵 将对将 你们已经经过连场的战斗了 这些家伙 战士交给我就可以了 在白礼西等人惊疑的目光中 风云无忌踏步而出 右脚 一步踏起 猛然踏下 哄 方圆千里之内 大地震产 大地下 浓浓的魔气 随着风云无忌这一脚的牵引 冲天而上 风起云涌 天地色变 乌云从四面掩阴而来 那浓雾之上 万点星辰 由远而近 浮现于夜幕之上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笼罩了整个大地 你们站在原地不要动 风云无忌转身 对身后的众魔界囚徒道 便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 风云无忌直接以 第九层的悉心大法 牵动 苍穹之上的亿万颗流星 向此处飞射而来 那流星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形 盘旋于魔界之巅 而风云无忌庞大的魔石 直接锁定了远方的浓浓的魔器 数百里之外 一个数量 以百万计的大军团 如流水一般 躺过大地 向着风云无忌等人所在的方向 飞速而来 当那黑色潮水 漫过一座拔高的山峰时 一名身高五丈有鱼 头上梳着无数过肩小辫子 两侧脸侠 刺着无数黑色的野蛮图腾 斥着双臂 手中持着一件 狼牙杵的妖魔 出现在山顶 在他身后 魔气缭绕 那顶天立地的巨大魔影 正是由他身后 升起的魔气 积聚而成的幻象 这名妖魔浑身散发出 浓浓的黑暗气息 一双若同龄般的双眼 固盼之间流露出一股 极度凶恶而危险的气息 在这妖魔身后 一杆百丈长的旗杆 渐渐从山后冒起 那旗杆上的旗帜 赫然正是撒哈拉王朝的大旗 游马家大人 你看前方 魔气缭绕 只怕 就是那些 不止死活家伙 所在的位置了 一名将领 指着风云无际 与人族囚徒 所在的方向说道 嗯 游马家 淡淡地应了一句 一双穷凶极恶的双眼 却是缓缓地抬了起来 看向了苍穹深处 苍穹之上 云茧云动 浩浩的狂风 接着苍穹之巅浮过 便在魔神 游马家的目光深处 亿万寒星闪烁着 从黑暗深处浮现 正悬挂于 众魔的头顶 第506章 杀戮之主 与杰摩道的结合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夹着无穷的能量 从远方飞跃而来 山峰之下 刚刚露出头来的 撒哈拉王朝的大军 除了被山体掩盖的 妖魔以外 全部被那咆哮声 引起的巨大风浪掀起 一个个惨叫着 飞了出去 游马家沉喝一声 脚下一坐 磅礴的磨气 灌入山体 将脚下庞大的山体 稳定下来 也不曾理会 那风浪卷走的属下 游马家心神疑沉 目光凶光四射 定定地看向前方 游马家 一个冷冷的声音 穿过黑暗 飘入到游马家的 双耳之中 你是谁 游马家沉喝道 哼 本座是谁 岂是你这种货色 能知道的 给你一个呼吸时间 马上带着你的大军离开 否则的话 便永远不用离去了 哼哼哼 即使本座之名 居然也敢如此狂言 毯子倒是不小 游马家巨大的瞳孔一缩 双眼只于一线缝隙 目中 寒光四射 看来 你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冰冷的声音之中 黑暗之后 一个巨大的黑色掌影 破空而来 跨越山巅 静止 印象了 游马家的身躯 哼 游马家不闪不闭 手掌一抬 一只血型的手影 破掌而出 向那黑色的掌影轰去 啊 游马家刚刚轰出掌 便觉得那掌影 一脱手 便像失去了控制一般 向着斜侧方轰了过去 轰 不远处 一座山体 被游马家轰中 整座山体一片血红 随后 爆成了一团血色的雾气 消失无踪 而几乎是同时 风云无际 月空发出的掌力 重重地轰在游马家的身上 砰 游马家被那一掌印重 身躯顿时轻飘飘地飞起 向后抛去 游马家脸色一连数遍 双臂默然一震 那轰入体内的进气 便汇入体内 爆炸开来 叮的一声 游马家后背的铠甲 默然拖出一块 甲片飞出 向下落去 哼 如果你既止于死的话 接下来 便是轮到本座出手了 游马家冷笑道 刚刚匿长 虽然将它击飞 却并非将它击伤 哈 游马家身上 那头小辫子 一根根地飞舞起来 脸上 那黑色的图腾 一道道闻起 就像一条条 闻起的血管一样 爆喝声中 游马家的身躯 突然变化成 一团浓浓的雾气 被身后那顶天立地的邪影 吸入其中 杀杀杀 凡事与我游马家为敌的 统统得死 杀杀杀 凡事触弄于我的 都得死 游马家凝叫着 化为巨大的魔神 头顶天脚踏地 周围魔气滚滚 裹夹着浩浩狂风 大步向前跨去 一步跨出便是 数百张之巨影 大地轰然阵鸣 然而游马家还未跨出树步 便看到西方的黑暗尽头 一道黑影突然预风而涨 刹那之间 一个巨大的头生七队 十四只犄角 背生双翼 尾锥长达百丈 头顶日月 脚踏星辰 头顶天 脚踏地的巨大猙獰魔神像 横更于远方的天地之间 杀戮之主 游马家心中一颤 不可置信道 你还真是贱哪 给你机会 你他妈都不要 冷冷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眼中黑眼一晃 一只巨大的拳头 便破空而下 重重地轰在 游马家的身上 轰隆隆隆 游马家庞大的身躯 整个如推金山 倒一柱一般 轻然轰倒 坠落尘埃之中 在他身前 化身为杀戮之主的 风云无际 巨大的双眼之中 杀气四一 你这个家伙 还真他妈是欠揍 反正黑暗君主 还有数秒钟时间 才能发现我的存在 在这段时间 也足够 我整治一下 你这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蠢汉了 妈的 不够时间杀你 你得让你以后记住 老子的拳头 论力量 幽玛家虽然为大麻神 但是纯粹的力量 远远不及宇宙间 最强悍的躯体 变化而成的杀戮之主 风云无际化身杀戮之主 直接一只铁掌 扣住了幽玛家的脖子 空下的一只拳头 伸过肩头 猛然落下 拳拳到肉 招招到脸 浓浓的沉烟 激起了数千丈之高 方云百里之内 全是浓浓的黑烟与沉雾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幽玛家 整个就像一个布娃娃 被风云无际 全权砸进地里 第一拳落下 幽玛家的脑袋 轰住了大地之中 第二拳落下 幽玛家的全身 还只有一个头 半露在外面 第三拳落下 方云百里之内 整个大地 深深地陷落下去 接着 无数拳红弦 原本坚硬的大地 更是变得 如钢铁一般的坚硬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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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玛家 惨叫不绝呀 风云无际的拳头 不只是力量大的恐怖 成为杀戮之主后 无形之中 每一拳轰重 便会带动 方云百里内的 杀戮之气 硬生生 轰入对方的体内 到体内破坏 幽玛家虽然体魄强悍 但被那拳头上 迸射而出的杀戮之气 如同一柄柄长达 数万丈的利刃一般 不断地 在幽玛家的体内切割 更为恐怖的是 整个魔界的杀戮之气 在杀戮规则的支配下 原为一体 那轰入幽玛家体内的杀戮之气 也是屡屡丝丝 源源不绝呀 砰 就在风云无忌 化身杀戮之主 爆打撒哈拉王朝的大将军 姚玛家的时候 九天之上 一道黄金色的神之铜 立刻感应到了杀戮之主的气息 那一对悬挂于 漩涡云团之中的铜口 震颤着 发出了一声声 建立刺耳的尖笑声 接着转向风云无忌 所在的方位 哄哄 黑暗君主震怒着 既由天上冰冷的双头 投下了一道道毁灭的光束 那巨大的黄金光刺 锐笑着 破空而落 正正地向着杀戮之主 其对犄角中央的那一对 投射下去